欢迎回来 北美馆最近展出了艺术家梅丁眼 四十年回顾展叫做《寻美启示》 梅丁眼出生于战后婴儿潮 身为外省第二代的他 作品不断探问国籍 还有族群认同的问题 因为做法大胆创新 享有台湾达达的盛名 他的回顾展中有一件作品 他用五星旗盖住马英九的脸 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盖住了习近平的脸 艺术家想要凸显两岸 瞒着人们在台面下互相交换利益 这种不能说的秘密 他的每一件作品都狠狠地讽刺着 当代政治还有社会现况 利用电脑合成出被战机轰炸的 总统府和原山饭店 旁边则是两岸的最高领导人 马英九和习近平的肖像 前面分别披上青天白日满地红 和五星旗呈现出台湾和大陆的 政治问题 这是艺术家梅丁眼的作品 所以他们是躲在这个国旗的联屋之后 偷偷地私底下交易呢 还是他们非常公开的 接受民意来促进两岸之间交流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这件事一直是在质疑的 这次北美馆展出梅丁眼从1976年至今的创作 身为外省第二代的他成长于反共时期 在强烈的省级意识背景下延伸出一系列的国族认同作品 创新前卫的创作手法被誉为台湾达达 麦当劳小丑跟东方丑角接吻 以及骑着骏马的拿破仑融入到东方山水 象征西方文化大举入侵 以及台湾的殖民背景 而在象征日本文化的榻榻米上 放着代表台湾的白米以及香蕉 旁边挂上李登辉的肖像 写上22岁之前都是日本人的标语 讽刺李登辉 今年一月初卡车冲撞总统府的事件 也被当成创作主题 美丁也说卡车不只是冲撞总统府 更是打破体制的象征 这些历史脉络也好 这些底蕴也好 在背后里面都有一个看不到的状态 存在的一个政治问题 尤其是两岸的问题 台湾的文化要走出去 台湾文化要被国际了解 或者台湾人之间彼此要对文化有尊重 先要解决台湾的政治处境 正常上还挂上大大的新台币 上面写着李登辉 当年借急用忍的政策 限制台商到大陆投资 旁边的两个翅膀 则代表台湾资金渴望前进海外 美丁也的作品充满了 意在言外的幽默和讽刺 5公元 跟资金渴望后 旁边对金渴望前进o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